本届的全国运动会算是落下帷幕了 那江苏代表团在本届运动会上的金牌银牌和铜牌总数分别是45 35和37位列奖牌榜的第五位 总分呢是排在第四位 这是比较圆满的完成了保五争死的目标 在本届全运会上江苏大球类项目基建项目以及田径项目都取得较好的成绩立下了大功 田径六块金牌和山东队并列田径项目的第一 这是江苏田径从十届全运会开始翻身以来 十届七块十一届七块这一次六块一直保持着一个较好的发展市场 另外呢基建基建是我们省的传统的优势强项 传统优势强项基建十二块金牌我们夺取了四枚 不过在本届全运会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 也为江苏体育的发展提供一些宝贵的经验 从整体优势来讲项目的规模大 整体发展好我们不如山东 山东这次是头大家都看到 从打造一个核心团队来讲 我们不如浙江 浙江一个游泳这次比赛金牌十五枚 殷局长表示这次全运会也是奥运会的一个大练兵 回去之后队员们也会总结比赛经验 进一步提高竞技水平 江苏城市频道